得定 定的启用就是智慧 所以定跟会是一体 大臣经上有的时候可以把它互为体用 定是体会是用 会是体定是用 它可以交互的 关系都密切 于是我们就懂得 世尊与祖师大德们的教诲 要烟门深入 烟门深入容易得定 你的心容易清净 最怕的就是学得太多太杂了 你决定得不到利益 你本来你这个思想 见解就已经很复杂了 再要加上许许多多大臣经论 祖师的语录 那不更糟糕了 所以许东西真正想成就 你要把那些拉里拉杂的东西淘汰的干干净净 这一点非常困难 我们在一生当中 所遇到的 纵然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人家肯不肯教你 要看你自己具备的条件 够不够 什么条件呢 就是一张白纸 没有被污染过的 这样的条件 你遇到真善知识 它就非常宝贵 从前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时候 他举个比喻给我说 他说没有受过污染的 就像一张白纸 他是个画画的画家了 你送一张白纸 他很喜欢给你画一幅画送给你 你很干净 如果说你拿一张旧报纸给他 他怎么画法呢 他无从下笔系 他没有办法了 所以他想要教的人 你很想学 很喜欢学 有能力学 有没有学过 这个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跟他老人家学这学 他叫我跟他见面 面谈的时候 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很想 他问我 你这学书念过没有 没念过 有没有跟别人学过 没有学过 我只想到学校去听你的课 他看到我这个条件 大概还可以了 所以他就很静默了好几分钟 然后告诉我 他说现在的学校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你要到学校里学 学不到东西 我是看到方先生这个话的时候 这是凉水浇头 没指望 他拒绝我了 所以我的表情 当然就很难过 很沮丧 他看出来了 他很客气地告诉我 他是这样好了 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 我给你上两个重点课 所以我就是在他这个 他这个这个古灵街 那个房子里面小客厅 那个时候 我跟他上课的时候 一张小圆桌 就是我们两个人 他这样对待我 我感激不尽 因为利用星期天的时间 不耽误我上班 我也不学请假 到后来我学佛才晓得 才知道什么缘故 如果我到学校去旁听 我一定是同学 一定认识很多老师 那么就会被污染了 同学多了 大家互相在一块研究讨论 复杂了 乱七八糟东西都进去了 再认识老师多了 这个老师这么说法 那个老师那么说法 就无所适从了 所以他看到我是一张白纸 没有被污染过 他要我接受他一个人的指头 不让任何一个人掺杂进来 到以后才明白 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私诚 我还沾一点私诚的边缘 所以学的东西 踏实 不复杂 没有怀疑 以后学佛 这是接触佛法了 张家大使也是这个方法对的 每一个星期到青田街 到他住所去一次 他指导我 读哪些经论 读了之后的时候 向他报告 他指导我 我这样跟他三年 一直到他老人家研究 他老人家研究之后 这是 朱金周老教师介绍我 认识台中李老师 你看我学东西就那么单纯了 这学一个老师 佛学也是一个老师 到台中去亲近李老师 李老师第一句话就说 你要拜我做老师 我有 你好好考虑考虑 能不能接受 我就向他请教 哪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从今天起 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 任何人讲经说法都不准听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从今天起 你看书 你只要看文字 不管是世间的书籍 是佛教的经典 没有经过我同意 不准看 那这条件很苛刻 从来没听说过的 哪有老师教学生 是这个教法的 第三个条件 尤其苛刻 你以前所学的 我都不承认 他知道吗 我以前两个老师 我告诉他了吗 而这两个老师 这个黎兵老都很佩服 都很尊敬 他还是说不承认 从今天起见 跟他学 从头学起 我遇到这么种事情 在以后 毕竟还是有点善根复得了 结束了 结束了 我就跟他学了 这就跟他学了十年了 都得利益了 就读了 因为他这三个条件 你看 什么不可以听 耳朵塞了 读起来 一切都不准看 他眼睛也蒙了 烦恼少了 你们这个烦恼 为什么这么多 天天听啊 天天看啊 看多了 听多了 麻烦就来了 所以老师对学生 第一个 就是把你耳目给你关起来 不准你看 不准你听 让你心静下来 一闷深入 这个方法好啊 我到什么时候 才真正彻底明白了 十年前 你看看 被这三个老师 折磨了几十年 都没搞清楚 也不敢问了 十年前 我第一次到新加坡 在那边 红阀 遇到 伊人培法师 这个是 我们很熟的 伊人培法师 请我到他道场 就讲演 优优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